叫做student 那底下的话呢 修饰词是不用改 用public 如果外部要使用的话 你用public 你不用private private的话 你们可以改一下 就是其他的类别 就没办法使用了 那再来的话呢 要需要建立sub 这个地方特别 我们前面如果建立 我们练习的话 会这个打勾 但是基本上 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 一个类别有没有 如果一个student类别 不需要一个man 为什么他实际上呢 就不需要有一个入口 去做这个实作的动作 没有man 不需要这个man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不要打勾 按一个完成就可以了 那完成之后基本上 他应该会产生一个类似像 类似像这样 就是一个空白的 一个public的一个class 名称叫student 所以他的名称在这里 那他是一个类别 接下来的话 我们分别怎么样呢 把成员变数 那成员变数包含哪一些 就是资料的部分 也就是说一个学生 你需要储存哪些资料 将来会印出去的 我们就建立所谓的变数 那这个变数基本上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什么 视为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那因为我另外一个物件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呢 我就可以在上面放很多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 也可以放在什么 记忆体空间里面 其实变数基本上就是在 记忆体上面 配置一个空间 存放我们要放的资料 那个资料的话呢 会有不一样类型 所以我在开记忆体的时候 要开什么样类型 有没有 我要先告诉 告诉Java 你帮我开一个空间给他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他还可以放适当的资料进去 你不能开不一样的资料形态 放不一样的资料形态进去 就会产生这个error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想观念慢慢 各位应该会比较越来越清楚了吧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第一个是建立三个 当然这地方你也可以再练习 不一定是姓名 弟子 年龄 你可以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性别也可以吗 那性别你可以再加一个booling 如果你觉得booling 性别当然一定是男女 应该不会有第三个 如果第三个 如果像人妖的话 定位在 第三性 那所以用booling就不行了 booling只有处跟false 那你可能就要建立一个整处就好了 012 012 诸如此类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 他的其他的相关的资料 那这样的这个 这个students 比如说你还可以什么小学生 有小学生的那个students 的一个类别 那当然我们有讲过啦 如果说同样students 那比如说有分成小学中学 高中大学 对不对 那你可以先建立一个students 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students 你那其他的话 你可以再什么 extense 这个students 再去加什么 加其他的 不一样的那个 可能中学跟小学 他们有不一样的什么 不一样的 要放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你就可以继承之后 再增加 针对不同的 这个学生 不一样的学生 然后你再增加他的成员变数 跟成员方法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型 有没有 前面我们有讲过 那这个后面 我们还会再练习 OK 那再来的话 建立一个所谓的成员方法 那建立方法的方式的话 各位应该前面 我前面练习过 VOID 对不对 没有回穿词 那名称的话 就是Print Name Card 一个小瓜糊 小瓜糊后面 其实就是参数 其实还不用 不需要参数 然后一个大瓜糊给他 后面的话输出什么 输出我要输出的 包含什么 姓名 地址 年龄 这几个项目 那后面特别注意 就是直接怎么 把这个成员变数放进来 放进来 将来我可以怎么 直接输出这个成员变数 OK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把它Save 就会有一个Students的 一个什么 一个类别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一个类别 类别名称就是这个Student 那使用的方法的话 这个地方也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这个地方 一样建立一个 CH7-3-1的一个 一个类别 那不过这个地方 是要有Man 所以你Man 这个地方打勾 自动会帮我产生 那我要怎么使用 特别注意 使用的方式的话呢 前面也讲过很多 第一个是宣告 有没有 宣告 那我可以同时宣告好几个 宣告好几个 这个地方 当然我会多宣告的 这个Current 跟Noor Noor只是说 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说 你也可以把它宣告的Noor 不使用 那不使用的话 你可以在物件 塞的东西 就是塞个Noor给它 那其他主要是这两个 一个 一个Student 叫Joy 一个叫Jen 那这两个 另外的话 后面就New New Student 那后面刮胡 是没有建构的 所以没有传任何参数 那当然你写法上面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也不一定要这样写 你也可以 前面我们写的比较多 是这样 有没有 如果你这个地方Joy 不要这样宣告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子宣告 这样的宣告方式 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有没有 就是一个 宣告一个Joy 然后直接就New一个 在记忆里配置一个空间 存放这个 这个Joy的物件 实体 OK 这个方式会比 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一些些 但是像这个宣告方式 跟刚刚的宣告方式 一模 就是结果一模一样 看你要先宣告 再New 还是你宣告直接New 都可以 看各位 那当然如果你这个地方Joy 你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怎么样 这个地方 如果不宣告在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宣告在这里 也是一样 有没有 这样的话会比较熟悉 那其他的话这两个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要分别在Joy里面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students的实体 所以基本上你点Name 点下去之后的话 有没有 它会自动跳出 基本上 点下去 基本上它会出现什么 点Name 有没有看到 自动也会去侦测里面的一个属性 属性的话里面一定会有个Name 实际上就指向哪里 指向他 有没有 它是成员的变数 然后呢 后面的话你再给他一个 他的一个名字 就是他的名字 他的地址 他的年纪 OK 那Joy里面呢 基本上就存放这三个资料了 存放了 存进去 对不对 然后Jans 三个也存放了 那另外的话 有关那个物件的一个复制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Joy指向丢给Current 所以Joy基本上里面的东西 也会丢给Current去做存放 不基本上 这个存放应该是存放它的位 它的应该是机体的位置 而不是存放它的词 是传它的位置 而不是词 OK 那Empty是Nur 所以这个地方只是 让大家了解 可以丢一个Nur给他 OK 那如果输出的话呢 我们最后就呼叫什么 Joy的什么呢 它的方法 比如这个方法的话 你点下去也会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对应到 Students里面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输出 输出的话 它就呼叫 这一个类别里面的 这一个部分的程式 然后把它做输出 所以输出的话 就会把Joy里面的三个资料 这个三个资料输出 然后这个Gen 也会把这三个资料输出 那还有Current 这个因为它是复制 它的位置 所以也会把Joy里面的资料输出 所以最后把它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就一定会看到 先是这个是第一个 Joy 然后再Gen 再来是Current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大家也可以再适度的改写 Students里面的相关的资料 然后做一个练习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 这个如何建立 建立一个类别 然后呢 第二个是 再来使用这个类别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跟前面不一样是 前面都是在使用类别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真正在设计一个类别 自己针对你这个需求 所建立出来的一个类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